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过烽火之路 刀锋会优势逐渐显现 刀锋提出要用的 本周将进入第二阶段 实战化考验 他们通过血线 飞越悬崖桥壁 他们捉对四杀 挑战速度和精度的极限 谁才是笑傲最后的英雄好汉 并请期待 刀锋队 开始 在不清楚对方的位置的时候 呼喊对方的名字 识别到对方的位置 然后解脱途套 你先走去捡 我要在解脱完毕之后 找到工具 第一时间前方开辟个通路 确保后续队员 在通过的时候 没有任何障碍 我们就是想节省时间 快 扛 扛 走 快点 上去 人对人高马大 体能上比对手有优势 尝尝呼吸 稳住 下一个 头发 下一个 头发 下一个 头发 前三个人都没有命中 雷到我的时候 我当时还有 细节还是很有压力的 漂亮 凶啊 五个人只打掉了一个目标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漂亮 走 快来 时间上不够了 时间上不够了 快来 冲起来 一 二 三 多么有胜算的科目 干啥 前面时间那么快 设计水平不应该啊 当时发火不是因为 比赛的输赢 而是大家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队员的表现有所懈怠 这是让我很恼火的 同志们 下面我宣布本轮实战比拼结果 战刃队用时 十八分 二十八秒 刀分队用时 十八分 二十五秒 刀分队 胜出 根据比赛规则 坚人队 加 淘汰两名队员 不拉一人的这个完成比赛 是我们赛前的彼此承诺 我不舍得让任何一个人离开这里 我希望每个人同志 能够拿出百倍的信心 还有实力去上战场 我感觉应该由我退出 比赛当中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我感觉辜负了普队长对我的信任 这个我提出这个我淘汰 首先这个经验上没有各位班长们丰富一些 你像杨博办 周旧办 还有这个第二兵办 那是肯定不能下的 力量什么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小队长肯定是组会全局 不可能淘汰 老伴是我们的驾驶员 他是包破手 他这个专业专精 其他人也搞不了 所以我替我淘汰 我谈谈我对于淘汰人的看法 就是针对后面的这些比赛的科目 从这个大局的角度来看 我选择是阎宝贝 还有这个汪飞红 现在就春风上气了 以后还怎么打 就算是我们一直没有拿到优势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设计场上奸胜副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淘汰掉 让他们体会一道那种狂喜 然后再到失败那种感觉 旺文还没有输 他们再强大 但是我们以后血战道理 是不是 在后续的比赛中 我们要拿出十二分的斗子 来与刀锋血战道理 哪怕只剩下最后的队员 我们也不会惧怕对手 一定会听道理 托转前科 绝地反击 天使队 天使队 通过这次的比赛 虽然说没能陪队友走向最后的终点 但是在这次的经历中 学了很多经验 不抛弃 不放弃 虽然我离开了这个比赛 但是我只是 我希望他们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加油 肝反对手 同志们 首先恭喜你们进入阶段的实战比拼 比拼结束后 将从积分少的队伍中淘汰一名队员 每个人主要考验 一名特战队员 进一战斗射击技能 撤队 选派一名队员 进行比拼 科目 枪王之王 两名参赛队员 使用步枪同场竞技 须先击中自己面前的六个目标 才能抢射位于中间的共同目标 率先击中共同目标者获胜 听听到了吗 是 本轮出战的队员 出力 我们派出高林松呢 因为他的这个各级水平技能还是比较精湛的 我预感对手会派出高林松 因此我派出的是 我们队寝占积极性最高 射击也很出色的丁率兵和他对阵 我希望强大的对手能激发丁率兵的潜力 准备 出发 当时射击手打得很快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节奏感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丁率兵和高林松的实力差距这么大 这一分要送给高林松呢 射击还挺满意的 至少给自己的队友还有队长增大了很大信心 我的精度还可以 但是比起速度来讲的话 还是有点差距 同志们 现在的情况是 据上局通报 一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由于飞机部长飞行员赵散 先令你们各队兵选五名特战监兵 执行中舅飞行员和黑匠子任务 白分队 出发 白分队 刘古伟 报复 报复 停 现在的情况是 你队伍右上方山药处 发现一次黑响了 你得迅速派人前后合场 高峰收到 手盘上 我还要上 王向阳担负我们队的手盘任务 引导全队进行一个路线的勘选 我的攀登技术突出嘛 队长手盘用过 我有信心为队友开辟出安全的通路 我给你打点踩啊 小心点啊 上面也要慢 慢点 慢点啊 登顶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处绝壁 脚下几乎是没有道路 整个山体呢 也是风化的那种碎石头 没有手抓的支点 那个悬崖还是比较抖的 只要你这个脚稍微踩滑一下 就有可能就掉下去 每个人这个心里面 还是比较紧张的 贴着牙壁走 脚下踩实 脚下踩实 现在这边有点危险啊 喝三样的石头 扶着石头 贴着右边 我咋上吗 扫探上 到了那个断崖口 那时候已经没有路了 手扒 脚踩都没有地方 心里已经发怵了 王毅阳把他扶一把 踩着这 脚踩这 脚踩这 你恐高是不是 脚踩上 踩我这 我看高林松 他就是有点恐高 然后我把那个铁锹 就插到那个悬崖上 你相信我 我就靠着那王海洋 一点都一点 给我拉过来 拉过来 整个过程 给我的感觉是 精神进化 这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得辅助一下 抓住上面的石头 小心点 一定要小心点 慢点 往前 东西抓住 抓住了 在通过这段路的过程中 也是在相互的辅助 相互的进行一个 帮助 一个保护 走走走 东方 停 现在的情况是 在你队伍左侧山体 半山腰处发现 飞机黑侠了 你队迅速派人聚会 东方明白 孟凤一 孟凡诺做好准备 当时黑匣子距离我们山顶 大概是三十多米 我派体重脚轻的孟凡诺 利用绳索滑降 拿取黑匣子 准备 下滑 下滑 火灵车了 当时绳索不够长 距离黑匣子 还有一定的距离 孟凡诺选择 解下身上的安全神 增大身体的活动范围 其实我们当时队员 都挺紧张的 挺担心他的 报告队长 报告队长 现在准备往上攀爬 俯城准备 收到 收到 我到 début到 收到 成功 tem di 迅速收摆队户 继续搜寻 飞行人下落 出发 队长发现伤员 停 往下扬 往下扬 紧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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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伤员身份 伤员确认 救治 发现伤员以后 我们利用救变器材 制作了简易的单架 准备把伤员带回去 去前进 停 停 发现 撤迷路线 莫凡东 前出紧接 明白 往下扬 往下扬 准备 慢点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准备 走 跟 下 脱 走 搬运伤员是由这个孟凡诺和高林松 他俩属于体重比较轻 并且能够有力量来控制自己和伤员的这个重量 走 慢慢走 往他走的时候 我需要跟慕房道之间非常密切的配合 如果我下降的快乐 导致这个伤员有可能侧翻 如果他下降的快乐 就有可能从他那边侧翻 我俩一个不小心 就会导致任务的失败了 走 慢点 慢点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一 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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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队长呢 是选择最后一名速划下去 为他们所有的队员检查铁锁啊 包括身上的自保护 另外呢 我也是要负责一个后方的警戒 转移 摇队摇队 底下县检地点 迅速靠拢 转移 牵出警接 上阳程庞转移 加强 队领计计将检 紧接 接地匹纸 一千号 刀封出道 攀爬让吴宗山 爬在最前面给我们开路 它这个攀登的经验最丰富 今天地形比较陡峭 而且还有鸡血比较滑 所以说我们要稍微选那种钩 或者是以荷兰时长对动情况 等于伤势 公公 我队友到达指正区域 未发现黑暇额 继续按照路线行程 建议您的 这边小心 这边别抖 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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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在你队伍 左措闪提 断闪耀处 发现肺炎黑匣了 你对 迅速派人向我取回 建认 明白 搜索黑匣子 实施 小营格产的 小营格产 吴巴 小营格产 仍然是 让他们都充чи 进入 内跑 可以 做 他们 谈 这边 小营格产 要是 黑小子一拉到 你准备撤离 好 拉 没事 一二 出 剑刃队 黑小子一搜索到 迅速收入队伍 继续搜紧 陪行人下落 剑刃队队 停 报告 划阳队伍员 自所划阳 队伍转移 连误 转移 停 报告队长 发现车里路线 设置划阳工具 准备划阳 运气安全 可以下降 收到 收到 坐下 坐下 当时我们一直提醒了自己 在整个护士忍过程中 就是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转移 身心 撤离 转移 身心 撤离 见证报告 以撤离至新降点 同志们 接下来我们进行 科目 势均力敌 每队开入五名队员参赛 各队首先要将五条五十公斤轮胎 五条一百公斤轮胎 由其运至终点 最后单人将一条两百公斤轮胎 推至终点 完成任务后 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最后一个大道大事 我当时选派周俊去进行翻轮胎 因为他的下肢力量 毋庸置疑 非常强 根据一个体能 咱们因为是讨议上极限体能 身体一定要扛得住 那则我旁贷的 极限体能 排队 这拟轮胎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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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运动 出发 双으 杷 加油 过 冲击 跑起来 出发 冲击 出发 加油 加油 冲击 冲击 加油 加油 冲击 快点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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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出发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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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实际上把它拉走 但是地面的土 绑住了前面的轮胎炎 堆积的土比较厚 导致我往后拉的时候拉不动 加油 加油 冲击 加油 跑起来 百米熟四 百米 加油 咱们 中俊 加油 很着急 恨不得上去帮他一把 我感觉我个人的力量已经快被跳通了 但是如果说我放弃的话 我们就是策略第一次 中俊 加油 出发 DJP 加油 拉起一百分钟的铃铛 我们才提不到都对坚囊 但即使在坚囊 我们建设队都绝不放弃 加油 加油 还有两米快快 快两米 两米 加油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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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速 跑 给我 往这儿 有人 往这儿 可以 比赛结束了 但任务还没有结束 没法跟对手比输赢 我就跟自己交劲 就算是我的手指端念 就算是我的双脚伸出鲜血 不管要用多久 我一定要把轮胎扳到中间 我们是一起出生若死的战友 我们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我们是荣誉与共的兄弟 不管多大的困难 我们所有人一起扛 一 二 三 加油 今天剑任队输了一回 但他们得到的远比输掉很多 越是力气 越能激发一支特战小队的年龄 一 二 三 同志们 现在的情况是 一名人质身上网友炸弹 周围设有爆炸物 上级民国部迅速执行此次搜牌包 解救人质 每队选派搜爆手 排爆手各一名参加比赛 首先搜爆手在十分钟内清理 十五米乘十五米的模拟队区 搜爆手每清除一枚地雷 将获得奖励时间三十年 之后出产的排爆手可利用 奖励时长 快速技艺十足 真假混杂的拆弹序列 教官宣布正确序列后 排爆手凭借记忆 在十分钟内解除全部炸弹 成功拆除炸弹 且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这一轮出炸 我就派排爆 这个比较专业的博宗山上 好 杨博你当这个副手 进行这个速牌 好 细致冷静 好吗 一 二 三 第一 速报准备 排爆准备 开始 这个区域很大 有15乘15米平方 我必须左右晃动 两米范围 小步伐扫描 不能留一点间隙 让报人之周围 人之周围 让出过的路线处 四张月 加接触时间一分钟 总共用时四分半 预备 一名合格的排爆手 除了要具备过硬的 专业技能 过人的记忆力 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 也是必不可少的 停 第九组为正确答案 开始 我边走边回想第九组数字 由于我是从前往后记忆 所以那组数字 我相对印象比较深 我迅速回想第九组数字 前六位分别是十九 零二 零八 零九 十七 零六 第七第八位数字 我有点犹豫了 是十三和零一 还是零三和零零 如果一旦减断 警察爆炸 任务失败 最后两位数字 最后两位数字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零五和二十 刀铺地 四百八 先准备完毕 开始 我想先为解救人质 扫出一条道路 停 排爆手 这一时间三分半 记忆时间我觉得过得飞快 最后一组第十组为正确答案 准备 准备 开始 我清楚地记得第十组数字 的前四位 一九 动两 动八 动九 我没有犹豫 很快就解除了前四位下 最后我决定读一把 剪掉两动红的那根线 四位下 决定 行券士 很崩溃的 因为我 任务失败了 同志们 战场上武器是我们的第二生命 本轮BP考验的是 特战队员对于手中武器使用和操作的熟练程度 以及小队的配合与协同 科目全能射击 每队派出三名队员参赛 分别担任枪械手 输送手 射击手 枪械手负责组装五种枪械 输送手负责将枪械送至射击队位 射击手一次使用五种枪械 对五处目标进行射击 命中全部目标 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这个奔刹比赛 我建议由这个王向阳 负责咱们这个兵部阵 让小高出战 打多种武器射击 短跑的能力最强的 我觉得莫凡路的短跑可以 推荐我自己组装枪械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 准备 开始 第一把要装的是轻机枪 摆的全都是零件 按规定的摆的 乱摆的那种 眼花缭乱的那种 我感觉太紧张了 到里面什么东西 三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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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挑出来在这儿 你不能边装边挑 对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好 我建议可能的 用最快的速度 递给高中东 大家可以从锐下列 就这样 没关系 这个射击的确实力是 阻力的 人身上 要不要着急 除了 其实海方琴 他会做好 他很难的 还要不及 那两百条 我发现它 然后还要转弱 比如说 吸取上一轮的教训 这一轮我把所有的零件 全都挑出来 最后再进行阻挡 好 过过 好 开始 维生风工匠 组装难度没有那么大 外加桌子上的零件 越来越少 然后就是稍微更慢的 速度就快了一点了 好 好 接下来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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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车 建议队 准备 开始 我把所有行李箱的零件 跳出来 然后再进行组装 我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我的效率 走 稳住 稳住 好 我认为这样 好 我想更快地去组装接下来的枪支 为团队剩下更多的时间 走 开始 杨博统织主张枪支确实比较熟练 尤其是各个小部件 就是明暗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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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順了 快 出去 往地邊 快點 洪志們 下面我宣布本輪陳契 刀分隊用時 十五分四十秒 劍院隊用時十四分十六秒 劍院隊勝出 這一階段劍院隊幾分三分 刀分隊幾兩分 刀分隊 淘汰一名隊員 我們的目標 到最後一局 七個人 一個人不少 有沒有信心 南安說好了要七個人一起奪冠 現在需要忍痛 淘汰一個人 畢竟一個走過來 也算是經歷了不少 受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累 淘汰誰心裡都是非常難受的 高林松 作為下一步的重點瞄準射擊 楊思源是因為你的專業狙擊 另外三名同志 各有所長 但是對於後期的任務上來講 我選擇 周祖賢 我們六個隊員 我們六個隊員 也是 不負你的退出的這個代價 大家有沒有信念 有 有 終極英雄必將屬於我們 便 本輪科目為終極挑戰科目 目前東風隊剩餘隊員六名 劍任隊剩餘隊員五名 誰將取得 終極英雄 最強戰隊成果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準備了 兩支特戰小隊各選派一名隊員 進行手槍速射比賽 每一輪 每一輪擊中目標較少的隊員 投開 擊中目標較多的隊員 進入下一輪比賽 直到一隊隊員全部投開 第一輪比拼 正式開始 各隊第一名出戰隊員 追 準備 準備 開始 第一組 毛巷陽勝 第一組 艦陣隊 第二名出戰隊員 追 第一組 心理壓力非常大 我老子裡面只想著一定要贏 開始 開始 焉蜂ivat 北輪 往向仰 胜出 舰认队 第三名队员 就位 向后转 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 战士们只能凭借记忆 去判断目标的位置 这对他们对空间的判断 还有记忆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三十秒 继 它底下摆着就弹用 水质来说高度多少 别瞄呢 我主要记两个目标 最高的一个目标 和一个最低的目标 用这两个目标 作为记准点 来记其他目标 停 拉上帷幕 准备 开始 他那个高度和瞄准点 是特别近 第五个目标 王向阳胜出 他一人对战了对方的三名队员 剑人队第四名队员就位 队员登车 向车内投掷烟物弹 开始收集 排包科目树立的吴班长 这轮无论速度还是精度 我们都要赢他 队员登车 队员吴松山伸出 第五轮射击 刀锋内第二名队员就位 准备 开始 每打一发子弹都要坏大家 就一位的每次都要重新秒钟 漂亮 本轮射击吴松山伸出 第六轮射击 刀锋内第三名队员就位 准备 开始 本轮射击吴松山伸出 第六轮射击吴松山伸出 四个目标 优时 十三秒 孟凡乐 命中 四个目标 优时 十二秒一六 孟凡乐 胜伸 第七轮射击 舰认队 第五名队员就位 第六轮射击吴松山伸出 开始 不许 第六轮射击吴松山伸出 本轮射击孟凡乐 胜伸出 四 一 二 四 一 二 三 方韩是一个失常 我在这 经历的 经历的 主要是找到差距 为我们下一阶段 这个更好的去训练 都是好样的 加油 我以后就加油了 加油 同志们 下面 我宣布 终极英雄 最强战队是 高分队 高 请附队 为当分队颁奖 恭喜你们获得 终极挑战赛最强战队 这场比武让我们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也体会到了战友离开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 在实战化的重压下 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和差距 他将指引我们搞好后续的量力备战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能打伸仗 冲锋在前 同志们 不想当英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让我们坚守 那份不如使命的初心 最要有我在 中国请放心 最要有我在 中国请放心 最要有我在 中国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